各位好,我是老尼 不少朋友对我这台电改油的小米卡丁车都挺感兴趣 今儿咱们就聊聊它 其实最早我并没有打算坐这么一台车 当时只是考虑给国产的S轴通机匹配一个CVT的变速器 其实这个CVT的变速器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2016年的时候我就玩过这种CVT变速器 只不过当时这个变速器虽然是国内生产 但都是给国外进行代工 它只能匹配英质曲轴的通机 所以那个时候要玩这个CVT 让你的通机实现可变速比还有点麻烦 必须得去买一台出口的机型 有时候还要等很长时间 只不过这个问题现在让我解决了 我做了一套整体的解决方案 用国产的可以很方便买到的 170F、168F通机 都可以给它实现CVT的匹配 但是我觉得仅仅是做了一套廉价皮士 而且又很有乐趣的动力总成 还有些不够 干脆给它再匹配一个极简的车架 让它把它的这种极大的推重比 获得一个展现不是更好吗 所以想来想去 我觉得小米的卡丁车应该是不错的 以前我给小米的一代卡丁车 匹配过飘移环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很多朋友都挺认可车架的 第一有颜值 另外它看起来很简单很轻盈 但实际上它的管架的结构还是非常的合理 优化的也非常不错 强度各方面 其实一些朋友也是多虑了 觉得说原来匹配平衡车的动力 现在装上油机之后会不会不结实呢 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亮点 就是它可以适合1米2到1米9不同身材的人 因为它的车身是可以伸缩的 方向盘的高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架匹配我这套动力系统 应该是非常完美的 而且事实也证明 我把它做出来之后拍成了视频 在网上其实还是获得了比较大的一些反响 我觉得确实还是不错 那么接下来很多朋友就会问 那你这个车架什么时候能出啊 我也希望很快能出 毕竟之前我那个便携越野卡丁车 应了大家好几年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一直没有堆现 也挺愧对于大家的 包括我也花了很多精力 花了很多钱拿到外边去做代工生产啊 都是没有下温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我还一直是在解决路上 放心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应了大家的事 可能就是时间拖的长一点 但是我能做到的话 我一定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当时做这个车架的其中一个原因啊 除了推我这套动力总成之外 就是我想在我便携越野卡丁车的之前呢 做一个练手的一个准备 也就是这个车的副车架呢 相对于越野卡丁车呢 要简单一些 所以我考虑先做它的工装胎具 把它呢 形成一个批量之后 然后再去做我的越野卡丁车 毕竟那个越野卡丁车的工装胎具的话呢 会是非常复杂的 毕竟那个车呢 结构也比较复杂 还要考虑便携啊 等等很多的因素 那么说回这个车呢 我之前呢 做了一个这个车架之后啊 然后呢 我又弄了一台小米卡丁车的车架 于是我把这个车架拆下来之后 往这个车架上装 果然呢 我担心的问题出现了 就是原本这个小米卡丁车呀 它肯定也是从工装胎具上面出来的 但是呢 任何的产品呢 都会有公差 所以说呢 我做的这个车架呢 一开始呢 并没有考虑到 对这个小米卡丁车 它本身车架的这种 公差上面的一些包容 所以这台车架呢 装在另一台车上面是有问题的 于是呢 我又做了一个套车架 做这套车架的时候呢 我就充分的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 所以说呢 我做完这台车架之后的话呢 我就要在这台车架上面呢 来做这个工装胎具 然后呢 这个工装胎具再拿出来 在这两台车架之间呢 来进行检验 包括呢 我可能会小批量的提供给一些 比如说我的朋友吧 他们有这种 类似这种不同的配置 可能那种戴尾翼的后边甚至莱姆基尼版的那种小米卡丁车 看看装上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可以尽快的分享给大家了 只不过呢 这个过程呢 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所以呢 您就甭着急了 再等一等 催我也没有用 我肯定呢 这事情呢 还是得一步一步的来进行 看现在呢 我是坐了两台车 这两台车呢 我呢 和一个卡丁车的一个培训机构呢 有一个合作 打算呢 做一些少儿的飘移的培训 两台车呢 可以进行这种双车的这种追飘的一些表演 所以我觉得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尝试 甭管是把它用作娱乐 还是说个人的一些 辅助的一些培训练习吧 都是挺好的 毕竟包括飘一会儿呢 也是我针对这个轮胎啊 进行这种定制研发的 所以这套系统的整合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挺意外的 但是也是挺惊喜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 各位呢 不要着急 催我也没有用 耐心等待吧 等待好的消息 好 今儿就跟大家聊这些 谢谢各位